聽 聽得到嗎?我開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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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欸我發現啊 香港人很沉默 從剛剛的秀 到我現在接下來的演講 你們好像嘴巴都是閉起來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剛剛謝謝Kenny 介紹了我這麼攏長 雖然我一句都聽不懂 所以代表我現在的中文 你們聽得懂嗎? 聽得懂 那我的速度會加快喔 所以我是開口就開始算錢 就會跟Kenny請款 所以如果時間到 我嘴巴就轟起來 那所以我不需要自我介紹 不過我覺得 我跟香港似乎好像是從 香港的影響長大的 又不見了 香港的影響長大的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我當然也很興奮 因為我們在台灣有辦這樣的演講 那其實我的專長是在教育訓練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知不知道 還是你們就坐在這邊看我表演 希望我表演變魔術嗎 沒有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紅牌 OK好 那個 我剛剛跟媒體稍微聊了一下喔 那我發現有個ID我覺得很有趣喔 大家對那個紅牌的定義是什麼 各位大師們 對我的印象裡面香港的反應 所以意思都是大師 那為什麼我這麼辛苦的經營 台灣的學生 我不要讓他們變成大師 我希望他們變成紅牌 猜猜看這個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我可以點人吧 上我的課跟聽我演講是有點壓力的喔 那個主辦單位門關起來 不要讓他們離開喔 我最不喜歡學生傻傻的坐在那邊喔 這樣你沒有收穫 好我就點一個 弟弟就是你 紅牌跟大師的差別在哪裡 什麼 Sorry 賺錢 喔賺錢 對 你講到重點了 那你就知道很多大師都沒有錢 是不是啊 我當年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我也希望我成為大師喔 可是我的店兩年內就很大 我也花了將近快要兩千萬 你可以換算一下 台幣的兩千萬 其實也不少 所以我就發現我好像受了很大很大的傷 那後來我開了學院之後 你知道看到那個學生 他當設計師五年都沒有拿錢過給父母 這個有多難過 我有第一個感動是 我有一個學生的奶奶來付錢給我的 他問我說我孫女上了你八天的課會不會有錢 但他那個奶奶握錢握得比我還緊 我說你給我好不好 我就把他交好 所以在這十年裡面我們訓練的其實是紅牌 我們已經不希望 設計師好像往大師的方向走 事實上會有點壓力的 那當然我的主題其實這就是一個小時 所以我的速度如果加快或者有些單元 我如果覺得時間不夠我可能會取消 但是我希望你們真的跟我有些互動 我講到這裡其實速度已經放慢了 你們有聽懂我講什麼嗎 OK喔 所以紅牌其實四個條件 你有錢要有這四個條件 那我開始進入我的主軸了 那個可能你們都聽過專業知識 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在台灣稍微有一點點知名度 我的朋友就會問我說 欸我兒子都不喜歡念書 可不可以跟你學 有沒有人這樣問過你們 我兒子不喜歡念書 可不可以跟你學這個 聽說你現在在台灣很紅 我說啊如果他不念書就不要來學了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也是不念書的 我一早今天五點多起床 到星巴哥喝完咖啡之後 我走到香港的一個書包攤 買了一本我最小時候最愛看的書 知不知道是什麼 欸龍虎門 代表我小時候是看龍虎門長大的 不是念書長大的 我只是告訴他 不是我們這行業的專業知識太多了 如果你只是不愛念書 那你應該會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學的東西更多 那我一個一個講齁 那第二個當然產品知識 這邊當然就等一下也會有一些 還有心理因素啊 銷售能力齁 紅牌需不需要銷售能力 要吧齁 那大師需不需要 要 要才有鬼咧 不然怎麼會那麼窮 對不對 大師都沒有銷售能力啦 紅牌才有銷售能力啦 啊攝影師要不要講話 要不要講話 欸我有個學生 多多有一天 我先教他剪頭髮 我說你要跟客人互動 互動聽得懂嗎 OKOK 他說老師不要吵我 我剪頭髮最不想跟人家講話 這樣子我的focus會跑掉 我的學生這樣子嗆我齁 我就回他說 那我介紹你另外一個工作更適合 去減數就好 他一輩子不會跟你講話 See OK 所以 欸銷售能力 這個是重頭戲齁 所以 我看你們也沒帶筆記齁 那算了算了算了 如果我學生沒帶筆記 把它掐死 所以有很多那個資料 你們等一下等一下可以自己錄齁 來 讓你們 先回到專業知識 來猜猜看 你當設計師學會了哪些東西 我一定要cue人來 這位先生 我看你的髮型我還覺得蠻欣賞的 專業知識有什麼 你們現在怕了吧 那邊的小心一點 專業知識有什麼 要選哪些東西才可以當設計師 隨便講一個啦 剪頭髮OK很好 欸 這位呢 他講的講剪頭髮 你說呢 吹頭髮對不對 我最多只能跑到那邊去了 不然我也累了 挑女生啊 專業知識有 剪頭髮吹頭髮還有什麼 吹頭髮 吹頭髮 講話 所以你講的沒錯 因為再次確定設計師不會講話 OK 我是會講話的設計師 專業知識 我開始講了喔 十個 洗水前那忽然變速毛髮知識美學素養 我剛剛說什麼 我慢慢講 十個 以後如果有人要告你的店裡當設計師 你說 他問你要學多久 不要告訴他 因為現在在英國 九個月就可以當設計師了 對不對 吹你九個月 我自己學院也有九個月的課程 所以我不會跟他講學多久 因為有人學一輩子都沒有當設計師 所以我就告訴他 學這十個專業知識 慢慢講 洗吹減湯 他忽然編出毛髮知識美學素養 你們可以直接拍啊 這個 PowerPoint你可以直接拍喔 叫你回去 至少跟全世界人說 你有來聽演講 這是現在設計師最入門的工作 來 洗髮 洗髮要學多久 洗髮要學多久 三天 三天啊 歐律師傅有超能力喔 你有超能力喔 我知道香港設計師最不喜歡學洗頭 因為來自英國 我以前在英國撒春學洗髮的時候 老師只跟我講 我老師很紅 叫Pedro 他只跟我講說 不要幫客人洗臉就好 我說好棒喔 結果沒想到回到台灣 店就是這樣倒的 因為都亂洗 呃呃呃呃 因為我大師啊 幹嘛洗頭 呃呃呃呃 我的助理也亂洗 呃呃呃呃 所以很快店就倒了 直到有一天 我參觀了一間這個店 店經營的非常好 跑到台灣當時有流行 所謂的頭皮SPA 現在這邊還有吧 對不對 有嗎 你們一直覺得洗髮單價很低 對不對 所以都賺不到錢 那因為台灣他有商業結構支撐 他讓他做行銷活動 弄 按摩SPA 來增加他的收入 那我當年 呃 看到很多的學生也是這樣 他會認真的按 認真的按 好 洗頭的按摩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是什麼 有沒有知道他最大部分的 發生什麼事 發生就是助理 幫客人洗頭 客人睡著 對吧 對吧 就這樣說會洗頭嘛對不對 那我的那個店 為什麼會倒 再講一次 因為客人睡著 助理也睡著 大家都睡著 那當然在開玩笑的 所以洗髮的關鍵是這個 那吹風咧 台灣的吹風世界出名 我剛去英國的時候 我們老師說你們最厲害的就是吹風 我說還好我什麼都不會 吹風要練多久 要練多久 你要花多少時間練習 多久 一年啊 喔台灣以前那個經驗是 你知道過年 然後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對不對 啊你相不相信那個紅牌 他就有一個特助 會幫他先簡單的弄好 然後大師就去開始 紅牌就開始把他 你們知道這個動作是什麼嗎 就是把他收工 然後買單 收工 買單 他還是要吹 然後你知道他一排是12個客人 吹到第7個的時候 買單 第8個的時候 吹風機的插頭早就掉了 他就繼續做 都可以買單 有聽過這樣嗎 台灣創造過這樣的經濟奇蹟 所以你們都說那個沒有收入的 其實台灣在這一塊賺很多 來減法 我最不喜歡教這個 但是呢 我覺得你們又很喜歡學減法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剛剛媒體問我說 你為什麼選擇演講 我說因為我們大家都會剪頭髮啊 不是嗎 那難道我真的要約你們上來PK 才知道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嗎 不需要 但是我在教學上面的減法 我很琢磨 那這裡分享一個東西 減法的入門真的很難 因為他派系太多 尤其在香港也要在台灣也要 台灣有所謂的學院派 也有的日本的 有薩順的 有日本的 還有英國的 還有美國的 還有法國的 然後光自己台灣這麼小的島裡面 就有好多派別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很多這樣的派別 所以我一直覺得 學習減法是入門很難 可是真的喔 來講到大師 要變成減法大師 似乎沒那麼難 所以在減法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它是讓我學生 是最confused的一件事情 因為每個老師對角度的詮釋都不同 來我要問專業的喔 希望你們有人可以料到我 注意聽 所以角度這麼重要 減法裡面角度這麼重要 喔你們都說重要啊 剛剛誰說重要的 欸顯然你說重要 那就只有我跟你 因為你最有勇氣對不對 所以 沒關係 我不會欺負你 所以回答我 妹妹 我叫你妹妹是 希望你是聽我講話的 妹妹 那你說減法的角度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減45度你知道嗎 那萬一我減44度你知道嗎 萬一我不小心因為助理叫我吃飯了 我又降了一度你知道嗎 不知道嗎 那你們覺得角度真的那麼重要嗎 還是你們上班都帶原規 你知道原規嗎 這麼大隻 我身上沒有背 因為我太胖了 但我應該抽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我對減法教學的想法 所以 我在台灣一年只收到100個減法班的學生 如果你Google我的費用 你應該不敢相信 八天的課程收台幣4萬5 然後更奇怪的是 講下來 碳法 碳法的台灣的碳法呢 也是世界出名 我剛入行的時候不是當設計師 剛天尼有介紹過了 我在一個進口品牌賣洗髮精 我每天愛家愛戶到店家去呢 告訴他說 你要不要買我們家的洗髮精 來囉 你要不要買我們家的洗髮精 然後你們都沒有對我笑 你們是怎樣 你們知道你們都怎樣嗎 台灣設計師 我不是老闆 他長得最老 老闆不在 我每天提著那個很辛苦的箱子裡面 有洗髮精 有控油系列 有blabla 還有染膏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燙法的故事呢 因為當年認識了一些小助理 然後台灣也是一樣 晚上9點要跟你們一樣這麼辛苦 留下要幹嘛 要 練習 練習嘛 他們有那個標準的 看這個小朋友 下班9點10點 然後老闆本來跟我有點說說笑笑 可是到真正練習的時候 我跟那個老闆說 我可以留下來參觀一下 你們怎麼訓練助理的嗎 我一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沒法人 我哭了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那個助理啊 把公仔頭拿起來 一杯 開始 然後 20分鐘 停 當然有人就沒有 成功嘛 對不對 沒有成功 所以呢老闆就走過去 算幾個 乘以多少 然後你知道我看到 什麼樣的奇景嗎 你就看到大概十幾個 十五六歲的小妹妹 抱著公仔頭 在沙龍挖跳 那是20年前的台灣 你們現在有這樣嗎 沒有 我們現在也不跳了 因為如果她跳 她會直接就離開這間沙龍 就跳走不上班了 所以我告訴你 台灣的唱法是很厲害 對不對 那這幾年來當然日系的風格 很多人喜歡問我說 你對台灣 我說沒有 台灣的好處是什麼都吸 香港只吸一種 就你們自己 台灣的好處是什麼都吸 它吸了你們最優秀的 陰系的減法 它吸收了最棒的日系的燙法 所以在日本在十年前又最紅 二十十年前OK 所有人都離子燙 對不對 所有人都無中立燙 對不對 你放心 台灣的離子燙也是接觸你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台灣怎麼 這幾年來怎麼這麼進步 沒有 因為它偷收啊 包括你們現在講的韓系 台灣的韓系 現在也封了 跟這些女生都一樣 追劇 每個人都看那個 up down up down 那男生一點點 看up down up down 都不知道他那要唱什麼 就看up down up down 不信你現在每個打開都是up down 是這樣吧 up down是什麼 對嘛 一個很棒 當然我不會播了 大家都看那個 然後 來 護法 護法發生什麼事 我剛剛講這都是錢 護法發生什麼事 護法也是日本人教我們的 日本人說 沒有好的素材 怎麼會有好的什麼 你們又是啞巴 素材 沒有好的素材 就沒有好的作品 對不對 所以台灣的護法也賺很多錢 無論是任何品牌 他只要步驟越多 他就越怎樣 越貴 我都說那個叫裝忙賺錢 一直重複做一樣的動作 但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可以收很多錢 所以我馬上罵我的學生 雖然你看我交減法 我看到護法業績很少 我都會說 你連裝忙都不想裝你 當然沒有錢 錢 然後編 來編書 台灣現在最弱其實是編書 因為台灣有一個行業 叫做婚紗業者 這裡有嗎 他們把編書的一派高手 全部都拉到那個行業 賺更多錢 因為他們要做新娘秘書 所以台灣現在設計師 少了編書的人才 因為他分工了 你會發現台灣很奇怪 那個以前是一個設計師 什麼都要匯 現在因為市場 那個我常講市場是殘忍的 你沒錢是合理的 你不努力 你當然沒錢 那個大師都窮得快被鬼拖走 你聽得懂這個消防嗎 鬼都把他拖走 因為他太窮了 有一天鬼也不拖了 因為他窮到我不想拖他 所以在這個護法也好 編書也好 其實已經被很專業化了 來毛髮知識 我一定要問你 你真的是太沒有互動了 來 正常一天的人 我看你就知道你很專業 正常一天的人掉底根頭髮 不要亂講 那真的侮辱你們的水準 十個誰講的啊 KENNY要加油 單位真的是努力 正常一天一個正常的人 平均掉幾根頭髮 掉五十到一百 五十到一百對不對 你以為這就是答案嗎 我最賤的地方就是 我一直在追問 那你怎麼知道你一天掉幾根 怎麼算 如果有一天你起床 看到你的床單上 真的只有五十五根的掉髮 告訴你恭喜你 你得了cancer 你趕快跟你的父母親拜別 然後就可以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如果你弄剛剛的那種理論 跟你的客人說 你一天大概叫五十根到一百根 客人跟你講 我叫五十幾根 你就開始說 這一次的備用不跟你算了 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怎麼辦 你看嘛毛髮科學 毛髮知識 那個叫姿勢 代表呢 很簡單 給你一點點小小的方法 就是呢 你一樣 睡覺前把房單清乾淨 只剩下枕頭 除非你跟你女朋友睡 那會亂掉 那不然 有一個枕頭之後 你就會看到 第二天起床有頭髮 但是不會是五十根 你大概會看到 十根 二十根是已經也快要cancer了 然後呢 你比方說你看到十根 你要把睡眠的單位 八小時乘以 除以二十四小時治 所以你要乘以三 就是你一天平均的掉髮量 聽不懂這講什麼 所以我如果枕頭髮發現十根 我一天平均掉幾根頭髮 三十根 你聽到我在說什麼 專業毛髮知識 最後一個美學素養 我每次講到這 我都會想笑 因為大師的美學素養 太怎樣 太高了 我每次學生都會私訊我說 老師他做飛碟要幹嘛 你有沒有看過很多秀文幫 頭上頂著飛碟 頭上頂一棵榮樹的 有看過嗎 我學生都問我 那到底要看什麼 我都說美學美學 但有一天受不了 學生說 可是他們就是看不懂 我說好吧 那我建議你先從觀察 配色這些 那你放心 目前我找遍全世界的 Academy 沒有這個東西 流行比較多 但是美學素養比較難建立 所以我的課程裡面 我要教大家畫畫 可是不是希望你們畫得好 而是藉由畫畫裡面訓練什麼 觀察力 因為有觀察力 你還有可能在美感上看得出來 不然你看到真的就是一艘船 或一棵榮樹 你看不到配色 你看不到城市的堆疊 你看不到很多在衣服上的搭配 所以這是我對大師的敬意 就是他那個規格應該要到那個 可是如果你沒有到那個規格 當然你會像我的學生會很辛苦 這個叫專業知識 這一段有沒有問題 來 送你們一個東西 大家說我會畫畫的人 但是這好小喔 我本來以為說可以有這麼大 我怕整個頭 整個人給你們看 後來發現好小喔 我這個規格 美學素養跟剪法 結合在一起的話 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我值得蠻值得分享的 我們大家都剪奇場 one dance 會吧 不會就算了 很多大師也不會 大家都會剪one dance 對不對 好我只有一個問題 很簡單 回答我 哪一個長度最好看 這跟美學素養有關 哪一個長度最好看 留到哪個長度最好看 各位大師 哪裡 sorry 可以有translate 比方說呢 什麼長度做好看 最好看的是在地上 因為完全看不到客人的臉 一定很好看 有沒有專業一點的 哪個長度 說啊沒關係啊 我也只是分享啊 哪個長度 哪個長度 哪裡 這是 塞 你們剪的都是魚啦 因為有塞 所以啊每次問到專業 我跟我學生 我會罵他 我說你講到專業 每個人都一大堆長度 然後 那個台灣我常講一個笑話 我說如果你問這一支專業知識 這種很專業的問題 他們都會變韓國人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回你就 你都聽不懂他講什麼 我信你回去問 有沒有看過這個圖 當然我畫得比較吵 這是什麼圖 有沒有看過這個圖 我當然schedule 這什麼圖 人當然是人 我畫狗啊 我還大師 有沒有聽過這個叫幾頭身 有沒有 model要幾頭身 林志玲要幾頭身 九頭身 我一個人說十一 我說你看到長頸路啦 呵呵 model 你們最喜歡看秀的model 是九頭身 長度設定的點 永遠都是人體的 最突出來的地方 這個叫黃金比例 你還聽我 Can you understand 我剛剛已經講了台語了 給我一點反應 只要在人體的突點 比方說頭 短髮我們等一下再看 長髮第一個脖子 接下來會介紹的突點是哪裡 哪裡 女生有一個最漂亮的地方啊 最性感的地方啊 鎖骨嘛 對不對 這個長度就要留啊 對不對 再往下走咧 突的地方啊 男生還假裝 不知道 有沒有看起來都長那個樣子 怎麼會不知道 在胸部的位置 那如果在後側就是剛好是在 女孩子那個肩帶的位置最好看 OK 這叫黃金比例 好 可以再長一點嗎 可以可以可以 到哪裡 腰 對 但是你不要亂囉 這比例幾比幾 九頭身欸 你們都想喔 Model才可以撿到這樣 結果你們的比例 這是誰 小叮噹 那叫2比1 你們都長2比1 頭髮流到腰 你跟香菇有哪裡不一樣 那要不要聽短髮 要不要短髮 那我可以把這個撕掉嗎 應該可以 短髮的咧 要停在哪裡 快點 照剛剛那個理論 突點都可以停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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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點都可以停 最好看的瀏海 你看英國老 最喜歡走那個 這個 那個美股上面那個 所以啊 我當年在英國學這個 回來台灣都沒有朋友 知道為什麼 欸 不信你當Model 讓我撿一下 撿到這裡 我當年還真的好想死喔 那我死了好幾遍 結果我活下來了 OK 然後再來 眼睛是不是凸的 是不是好看 無論One Lens Layer Graduation 通通都好看 所以你眼睛閉著重就重了 因為這個有黃金比例 你們到底有沒有聽過黃金比例啊 黃金比例一比多少 就變韓國人了 原來今天我演講的對象是韓國人 1比1.6 扣掉耳朵 會變成1比1.4 所以這個黃金比例是誰給我們 不是薩順啊 叫上帝 這個比例從 內子宮可以講到外太宮 人類誕生靠這個數字 人類上火星還是看這個數字 不信去Google一本書 叫黃金比例 總共300多頁 字這麼小 我看到第15頁就沒有再看下去了 我剛剛有講我也不讀書啊 但是我很喜歡找這種標準答案 因為我覺得在美法頁沒有標準答案 我好難過 再來哪裡 這是哪裡 鼻子啊 嘴巴 最後一個是哪裡 小S 台灣最紅的小S 永遠都只留在下巴 這樣聽懂沒 可以喔 我可以下一個單元了嗎 第二個 產品知識 這個我越講就會越生氣喔 不是因為我賣過洗髮金我就寫這個 台灣現在的商品其實面臨到一個網路的競爭的問題 你們這裡會嗎 會 對不對 網路的價格把我們都搞砸了喔 那我這裡分享幾個 比較快分享幾個東西喔 保護自己的意思是 台灣最近很多都把客人挑到頭皮受傷 無論花多少錢 然後頭皮都整個爛掉 然後就斷髮 然後台灣是全世界 SNG車最多的國家 你們知道什麼叫SNG車嗎 就是一種車子上面有很多像雷達那樣 然後是記者 記者用的 然後他會馬上去這樣近拍你說 請問先生你我們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你們知道那個叫SNG車嗎 就是也就是說台灣的現在的記者很強 然後我們的新聞超過50家新聞 所以呢只要有一個人頭皮受傷 或者他Bleach的時候整個頭皮就掉下來 不用10分鐘記者就會說請問一下你會痛嗎 然後這間店就結束了 大概10年前有一個厲害的大師 在他的SALONE在天母 我就不想分辨說誰 然後他就是被員工踢爆 他用地下的護法的成分 成本只有50塊 然後賣給客人 我記得當年賣的大概2000多塊台幣 結果他的員工自己跑去跟電視台記者講 那加SALONE結束了 這個人這個大師真的是大師 當年讓台灣有很棒的發展的大師 現在聽說在內地受課 然後名字也改掉了 這是真實故事 我有一個學生 你知道 這是什麼燙 在那個SALONE上面訂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香港叫什麼燙 一個很大的機器 然後客人在這邊燙頭髮 這叫什麼燙 這邊叫什麼燙 OKOK 陶瓷燙 然後這也是奇蹟 有一個250呢 頂了一家電 250聽得懂嗎 傻逼耶 聽得懂 一個傻逼頂了一家十幾年的電 他看他電裡面有三四台這個 他就喔 這生意一定形容 那我剛才講十幾年的對不對 這我學生真的電了 然後他頂了第二個月 機器掉下來 砸到那個人的手 斷掉了 耶 耶 谢谢大家